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适合懒人养兰花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想要养好兰花 就必须要给它配好的资料 当然了我们不会配的话 可以直接从网上购买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良好的养护环境 通风条件比较好的 最好是有一点点微风吹拂这些叶片 有点稍稍吹动就可以了 不需要风太大的位置 风太大的位置的话 也是养不好的 那么平时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就用最懒的方法 就是用这两种黑排配 第一种黑色的就是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兰花的根系是一种气生根 是以兰花的共生菌相互提供营养的 那么我们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之后 它就可以大量的增加 资料中的一些有余微生物 还有有机制 同时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的腐质酸 也就是王斧酸甲 也非常的丰富 可以让这个根系变得更加的强壮 又可以改良土壤的酸碱度 能给兰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那么第二种白肥就是这种磨肥 这种磨肥它的肥效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微生物有机肥 它主要是改良土壤 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为主 那么我们用这种磨肥的话 就可以大量的给它补充营养元素 而且这种磨肥它的肥效比较长 我们用一次可以长达半年 只需要在这个盆的表面撒上四五十粒就可以了 这种磨肥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当这个兰花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就会快速的分解 当这个兰花进入休眠期 比如说高温的夏季 还有很冷的冬天 那么它就会停止释放 减少兰花出现肥害的发生 那么平时我们养护 只需要浇浇水 每次干透浇透 就可以保证这个兰花 有良好的生长环境 有充足的营养来给兰花生长 那么通过这种施肥的方法 我们养护兰花起来 就会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简单 好了 这就是懒人养兰花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